我觉得用不了 这么多宪兵守卫 这样 你把酒店的后门 还有宴会厅的 侧门的宪兵 全部给我撤回去 邵总 这次的宾客情况 比较复杂 一旦出现情况 人手不够 我们很难控制 该进来的人 要放进来 那些不该进来的人 也要放进来 反正只要是 想要夜充命的人 都可以进来 如果你不给那些人 可乘之机 我们怎么瓮中捉别 宴会当天 你的任务就是 带着宪兵队 保护好那些特定的人 而不是把这个酒店 给我包围成一个 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监狱 如果你把那些 想复仇的中国人 排查在外面 谁帮我除掉眼中钉 张国英明 我会确保万无一失的 叶冲军 你怎么来了 索腾将军 让我来看看场地 怎么 索腾将军跟叶冲军 不放心我 宫本军是做了什么 不好的事情 心虚了吗 你们看 走吧 你们往后 你们往后 是 是 郭本娟 你負責排查爆炸物和檢修 佐藤將軍安排我 來負責人員和緊急撤離的通道 你不介意嗎 有閣下的幫助 我當然求之不得了 那就好 把個壓勒 這個夜沖擺明了就是跟您作對的 沒關係 就當做一個可憐的人在垂死掙扎 留個紀念 來 對了 初次見面一點小禮物不成敬意 我太成貴了 謝謝 我來介紹一下 這位是 我們日本駐鄉島的商業協會主席 牟村先生 牟村君 對面這位 是剛剛繼位 池氏企業的池誠先生 舊樣打命 幸會 幸會 池氏企業在香港的名氣 我早有所聞 接下來有更多的接觸機會 請多關照 那是當然 如果池先生答應我們 來擔任中日商業聯合會的 親善大使的話 那我們以後會經常見面的 池先生 哈夏很嚴肅啊 是這樣啊 多謝將軍閣下和牟村先生的信任 池某心領了 但是說實話 這個親善大使啊 並非什麼美差 家父在香港經營池氏企業 多年才有了今天的名望 我實在不想讓它毀在我的手裡 現如今香港已然成了這樣 而且貴國的勢力大勢所趨 所以這個親善大使誰來當 怎麼當 說實話 你們和我都沒有想清楚 池先生這樣說 倒是顯得我們有些唐突了 我們會認真考慮你的話 不過 三天之後 有一個親善的酒會 那上面最重要的嘉賓就是 池先生 我相信 你一定會上光的 當然 既然你們來到了香港 我一定會和你們成為朋友的 好的 葉沖知道 整個香港有無數人 想要自己的命 作為日本人的幼兒 所以 葉沖並不擔心個人的安慰 只是檀香交給他的任務 該如何完成 葉沖絲毫沒有偷緒 他只能獨自一人 等待到來的一切 是 先生 您的酒 我沒有點酒 是那位先生幫您點的酒 他剛剛還在呢 可能是已經走了吧 您慢用 怎麼會出口 您呢 你還在哪 切大哥 我先前跟你說的葉沖的事 你是不是應該好好考慮一下 嗯 叶冲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 你干嘛老要跟我谈叶冲呢 我查过他 正是因为他背景显赫 现在又被日本人捧上了天 所以我们更应该趁此时 撕了日本人这层面子 杀杀他们的气眼 池大哥你要知道 要不是逃战长撤离时 带走了一大半的人 我早自己动手了 香港现在的情况每况愈下 而且你们也一直节节败退 对于这种情况来说 如果你们一招不胜 便会满盘结束 这只是一个无党派人士 给你们的忠告 池大哥 你不是怕了吧 嗯 我还真怕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 这么多人死去 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死亡 行了 不说这些了 香港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 我只是个商人 我只能做到自个儿 应尽的这些责任 比如家父给我留下 这么大的家业和产业 我不能拿这个去冒险 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 远离政治才最安全 这是他老人家给我的忠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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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